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希望大家离开忧郁 那就是要换位思考 经常想到对方 你就会减轻自己内心的压力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的压力会明显的轻 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就会陷入忧郁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情绪像病毒啊 它传染的非常快 不知不觉就会传染给对方 传染给别人 所以我们要从中学会保护自己 不受别人的情绪感染 所以这才叫有智慧 所以慈悲啊也会传染 今天你慈悲了 他也慈悲了 我们大家一起慈悲 那就叫大慈大悲 所以度人 我们大家一起度人 那就叫广度有缘 我们今天敬心敬意 完全用自己干净的心来帮助别人 你就是制造一个爱的环境 所以我们心敬自然灵 心定 我们说百丈不清 定的心 心能够定得下来的人 他百丈不清 所以心灵失所呀 那么有钥匙吗 那就是法门去打开你的心灵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记住 现在办不到的 可能以后会办到 如果你的心里长满的杂草 你认为这件事情不可能 你的确是不可能长出果实的 只要你心中有莲花 虽然莲花没开 但是它是一颗种子 它终有一天会长出莲花出来 所以杂念缠绕的心灵 你是不会修出功德的 我们学博人就是要学习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心灵 来度化众生 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佛子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佛性 被启发出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佛的真正的真谛呀 感谢观世音菩萨的大悲